比起你在技术方面的困难 还是资金方面的困难都好 家人的反对才是最让人心痛的 我觉得 因为我不是一个怕辛苦的人 但是我很怕的是 得不到家人的肯定 我没有记错的是网麦 刚刚开始盛行 可是说卖homemade cake的不多 而且对他们来讲 这根本就是天马行空的东西 怎么可能在网上面 可以造得到生意 你无论怎么去跟他们解释说 其实现在网上面 我们也可以有广告 就跟你做门面一样 解释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都没有听进去 一年里面就一直跟你讲 去做工啦 去打工啦 以前做producer不是很好 然后每个月有凉处 你在家里说什么 就那一年真的很痛苦 真的没有 家人就不支持了 没有大吵的时候没有什么 有时候就骂得比较认真一点的时候啊 可能他就真的觉得你很闲啊 我也不是那种会跟他们顶很多嘴的人 我就会听哦 听他骂 骂完了我就回房间哭 当他们看到他们的女儿有做出了成绩啦 有受到别人认同的时候 他们就渐渐的也开始接受了 因为我也真的坚持了很久 他讲了整整一年 第二年我也还继续做这一样的事情 也真的每一年 我有给他们看说我的sales record 我讲妈咪 我是每一个月 这个月都比三个月多一点 我有信心明年我会做得更好 其实家人也不是不支持你 他们就是担心说收入方面不好 可能很怕你以后没有稳定的生活 毕竟他们不能照顾得你很久 他们其实最担心的是这个 他偶尔还是会问我 姐姐 你没有赚钱哦 姐姐 有没有钱给租金哦 他们偶尔还是会问啊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让他们担心过这一点 我们家是那种 不会把这个肉麻的话说出口的 就我记得有一次是 我的婆婆问我说 为什么要叫妈妈girl begging 就有一句话是妈妈boy 就是妈宝嘛 然后我就是一个妈宝 我每天看到我妈妈很辛苦 可能为了家里的生计 然后每个月烦恼 我妈也会跟我抱怨 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女嘛 她有什么事情都来告诉我 我就觉得我真的无能为力嘛 为这个家能够做的 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嘛 我妈年纪不小了 我还要让她这样操劳到几岁 所以我创立这个的时候 我想说 其实出发点一切都是为了我妈妈 所以我就放妈妈girl begging